先請教教我們李主委 主委您好 主委您是很有魄力 而且敢說 願意做事的一個政務官 現在也是除了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 我想是政務委員 可以協調各部份 相關的部份 還是督導一些工程 重大的工程 那我因為今天的專題報告 大家都談了很多 我想我就不談這一方面了 想請教我們主委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有關屏東大鵬灣開發的問題 我想我們鼓勵民間 以VOD方式參與國家建設跟督導各種重大建設的執行力和完成力 是我們公共工程委員會的重要業務 對不對 那從書記上來看 我們工程會的這個做得還不錯了 擴大內西案的執行力有90%以上 完成力也很高 這一點我們值得肯定 但我現在要提出的就是說大鵬灣開發這個案子 從這個VOD案前陣子我們這個大鵬灣的開發 前陣子我們那個景觀橋可以讓油艇進來的這一個 這個大家也做好了 這個當然這個都是地方上的盛事 開幕這個通車的時候 但是這個都是政府的工程 政府該做的工程 在VOD方面我想在從2004年得標之後到現在已經 1967年了嘛 那在2009年的時候 這個我們也那個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也曾經講說在五年內 我們這個VOD開發展將進入超過新台幣21元資金 在99年底之前要陸續完成符合國際標準的賽車廠 水岸遊樂油氣區 國際觀光旅館和高爾夫球場 那到現在100年了 這個VOD的部分都沒有進度都牛不化 全部完成的就是周邊的那個自由車啦 這個車道啦 這一些這一方面的 我想過去民眾啊對這樣的開發的進度啊 他真的尤其附近的民眾 過去那些養殖業的 在那大鵬灣裡面養叉鵝啊 鵝架那個 他們都保障 補廠拆遷 他們那個補廠金都已經用完了 也希望說趕快這個大鵬灣的開發 盡快完成啊 能夠提供就業的機會 那像現在這樣的情況啊 我們什麼都除了說大家可以去那邊騎個腳踏車啊 環虎這樣走一走 其他都沒有做這個 這怎麼辦我們公共公眾委員沒有給他 怎麼來督導 我們這個參試來跟您報告 好不好這個案子比較了解 各位委員報告有關大鵬灣的部分 那目前據我們所了解 那因為主辦機關是我們交通部觀光局這邊 那回報過來的資料 到今年的八月資金已經到位14.1億 大家比較關心的一直在質疑說大鵬灣 資金啊 對對資金是不是有這個能力 來執行這個這麼大的計畫 那我們現在已經確認說到今年八月資金已經是14.1億 那今年底還會再增加差不多在1億左右 也就是說大概有15億 他總要20億 對對就是到目前為止 因為建設是分歧 那六年了已經過去六年了 到現在才從這樣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它的進度事實上是有點Delay啦 所以也對整個地區的民眾期待就有點落空 那最主要大概今年十月份 包括這個國際賽車場跟周邊的這個部分 今年大概年底大概會議期會完成 那我們會裡面這邊也會從一個 這個管考機關的立場 會來要求這個主辦機關 就是我們交通部觀光局 對於這個進度的掌控的部分 必須要求這個民間機構如期來完成 以上報告 請教我們主委 那如果他一直這個拖延 工程會有沒有什麼具體的對策 能讓廠商加速這個完成 我想那個部分就是在投資企業裡面規定 那因為投資企業規定 包括有所謂的終止計畫 包括接管計畫 我們這個案子 拖到現在這個有沒有什麼儲分 還是說要這個怎麼來度數他 那要依照延企業來進行 因為據我們所瞭解 目前交通部觀光局這邊是還沒有到達 所謂的終止計畫 好像都沒有什麼對策 就讓他在那邊要死不活的 到現在你看公家要做的 政府要做的部分都已經完成 大部分都完成了 我們來做一次查核 我想這部分這樣 我來照幾個會 我去現場看 對啊 應該應該 然後我們會 我們會 我剛才在提說主委 你比較有評論嘛對不對 我來看 這個你們督促這個工程 應該是你們可以去管 這個會期結束我會去看 好不好這一點 因為百姓你說 周邊的那一些 過去的養殖移民 他們就等等等 希望說趕快開發熱鬧起來 他們才有工作機會 那就不會 不然他們現在要抗議啊 這個當然上次我也跟交通部講過了 那個我們在這一方面 應該好好加強 我講第二個就是說高雄捷運 這個當然高雄那邊跟屏東 我們關心的是 因為屏東的縣民 也經常在說 高雄捷運到底會不會到屏東 那當然以目前的情況 我們來看 我們也沒辦法去回答說 能不能到屏東 當然應該是 這個比較遙遙無期 對不對 我想說高雄捷運 現在一個月虧損差兩億嘛 都不會一年下來 這個也虧20億 20億以上 那這個這個 目前的情況 好像說經常在找國營事業入股啊 因應狀況非常不理想 主要還是說他的路線 就十字交叉 沒有環線 沒有去這個 所以路網沒做出來 而且高雄市的一個情況啊 是你看別 就是工業那個藍紙加工期 那你也是前陣子加工期 跟林乃工業期 這兩邊錢都集中在兩邊 而且如果要在那邊上班 你差不多都買房子在那邊了 所以你這個真正要南北走 東西走 這個只有中間一個轉運站 所以當然做不起來 那你要擴建 現在又營運不好 沒有錢 他怎麼去擴建啊 所以我們是這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現在營運 高雄捷運的營運 是由民間的高捷公司來負責 那新建的工程啊 就高雄市政府捷運機的市 那路線的決定 要不要擴張這個路線啊 我想又是中央政府來決策 那這個三頭馬車這個怎麼 這個公司怎麼會做好呢 主委你對高雄捷運未來的這個 啊 普通部來回答會比較適合一點 這個我 我並不是 我當然知道了 但是沒有那麼清楚 好不好 對 好謝謝 謝謝王委員 謝謝處長 關於高雄捷運的部分 剛剛王委員點出來 就是每一個月 虧損是兩億嘛 對 最主要是營運量的問題 那營運量的問題呢 剛剛提到了 高雄捷運現在是 這個BOT的案子 是由民間來經營 那捷運是不是要再延伸 或者是那個呢 是第一個呢 要由高雄市政府那邊呢 提出它的可行性的一個研究 研究出來之後呢 它的財務 第一個首先財務要可行 那財務可行呢 現在必須要把 除了運量之外 除了它本身的基本收入之外呢 必須要把它周邊的土地開發 跟沿線土地開發的這個效益呢 希望也能夠一起並開發 帶來以後的地方發展的發展 那當然呢 在這個決策的部分 當然第一個先經過可行性的研究 通過了之後呢 然後再做綜合性的規劃 那當然啦 這個規劃報告出來之後呢 先要經過我們高鐵級這邊來出審 然後到交通部 部裡面審查通過以後呢 到院裡面去 通過要這樣的程序 這個這一點齁 那天我們郭文成委員 高雄市的郭文成委員 他好像有提到嘛 那個中央是不是能夠支持配合的一些中央的這一方面 這個是不是能給地方幫幫忙的 是 謝謝 當然我們站在交通部的立場呢 原則上呢我們會全部來全力的來支持 因為呢所有的捷運路網 所有交通路網的開闢 興建呢 都是我們這邊的一個發展的一個目標 所以說我們會全力來這個輔導全力來配合這個請委員 放心 那我關心的當然是 郭委員他關心高雄市 他這個經營能不能經營下去 我是說你既然經營如果經營不下去啊 我想擴張到屏東延伸到屏東的這個這個路線 我們次長你看有可能 現在在屏東的部分除了我們這個南迴鐵路的電氣化呢 我們現在在做中央性的一個規劃之外呢 南迴這個公路的部分呢 現在在今年7月份呢 不是不是這個不要講到公路去啦 當然我知道現在我們鐵路高架 是有講說鐵路高架捷運化 是 當初我們認為 我認為齁 在有極限有兩條線嘛 一條從大寮延伸到屏東市的 但是那個路線啊 我想要轉到往南去 然後又往北走 這樣到屏東市 我們覺得這條路線我們覺得是不經濟的啦 是 我這個無所謂 那到東港那條線啊 應該是齁 比較 這個可行啦 不過這樣就是說 我在講 因為目前如果說 鐵路高架的部分 趕快給我們做好 這能夠捷運化 它車次可以多一點齁 行車速度快一點 是這樣應該是屏東車站到高雄車站 就19公里而已 是最便捷的一個路線 這個應該是往這一方面去做 不過 我們好像 馬總統他也曾經 這個 捷運延伸到屏東 好像他順見忠也有提到啦 所以我是想說 要請教我們 這個 這個 到屏東 這個是不是 還可行啊 是 所以說我們剛剛 提到 平草計畫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是 鐵路高架 我們現在積極在推動 那當然啦 這個部分 我們會積極來 這個 草可行性研究的方面 先來 這個 怎麼樣 能夠達到可行這樣 謝謝 好 謝謝處長 那主委 我是想說 你對工程這方面 你也很 這個很內涵嘛 這個在這方面 你也能夠提供一些高間 這個 看看將來怎麼 怎麼 對我們 高屏其實是一個 能夠 一個生活圈啊 一個生活圈啊 我們希望 能夠這個 在捷運方面 將來 有一個更美好的 遠景這樣 好 謝謝主委 謝謝主委